10月31日至11月1日 2020南昌飞行大会在江西南昌摇湖机场举行 来自国内外200余家航空航天企业 研究机构的400多名行业专家、学者、客商等 共同参加了这一盛会 大会举行了航空产业及人才项目签约仪式开幕式 飞行表演、航空飞行器及航空企业静态展示等活动 今年在信念驱使上增加了13万平方米 那么我们就有充足的空间来做静态和动态的分期展示 动态表演的话 我们今年是请了九支表演队 他们有的是国产的大飞机表演 有的是国内15次在国外获奖的 个人特别优秀的飞行表演员在这里表演 静态展示的话 我们这里有70架飞机进行静态展示 在本次飞行大会中 被受瞩目的亮点之一是C919国产大飞机在南昌天空亮相 并进行了首次全球航展动态展示 飞行大会现场 中国商飞正在南昌开展实飞任务的C919大型科技D105架机展示翱翔蓝天 其垂尾驾驶舱内还安装了专业摄像设备 相关影像实施在现场屏幕展播 让观众可以近距离多角度欣赏国产大型科技C919的飞行姿态 C919大型科技是中国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 座集158至168座 航程4075至5555公里 2015年11月完成总装下线 2017年5月成功首飞 目前C919大型科技的6架试飞飞机已全部投入取证试飞工作 并已累计签约28家客户815架订单 2020年南昌飞行大会主题为江西飞机飞起来 旨在集中展示江西航空产业的良好基础、资源优势和发展现状 中国商飞表示 将持续深化与江西省的战略合作 加快推进中国商飞江西生产试飞中心建设步伐 促进南昌航空城建设 助力江西航空产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市善越前选应 与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